物化的作用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徐尔迪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物化就是把药物打成非常小的颗粒 然后让它能够进入到支气管或者是肺泡 因为越往下它的支气管管径是越小的 如果这个药物的颗粒很大 那么它很难去进入到下呼吸道 一般是把这个打成1到3个微米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呼吸道肺泡里面 然后达到这个治病的一个效果 目前是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药店或在医院里面能够买到的成品 它是定量的 你压这一下它就有一定量的这个药物出来 然后配合上深呼吸 就能让这个药物能够非常顺利的通过这个支气管进入到肺泡 这是定量的一个无法吸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或在病房做的就是拿一个管子 对着孩子这个口和鼻 然后有一个仪器或经过氧气驱动 它把这个药物能够送进到下呼吸道的 这种无法吸入 两个的这种作用方式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它效果是一样的 都能够把药物打成比较小的这种颗粒 然后进入到肺泡 第一个很有效尽 主持人 医治